翻译&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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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老病死这四个人生必经的阶段当中 生怀孕可以说是罪叫人有一份喜悦 有一份盼望 免得一份的新生命 我们总有一些的着弱 一些的紧张 但是又有一份的期待 就算一个新的生命未曾来到 准爸爸准妈妈 很快已经将他们所有的集注意力 都集中在这个生命的上面 我记得当时当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家正在要预备 迎接一位新的成员的时候 我和我老公当时 一有空一聊天 就会谈起那个宝宝的事情 究竟那个宝宝 会比较像爸爸 还是比较像妈妈 会比较像男孩 还是比较像女孩 会是挑挑扎 还是民静的呢 小生命根本未来到 父母就已经爱上她 期待跟她去见面 期待跟她一起去成长 期待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 在这个生命里正在盛放 有家庭学家这样去说 当父母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 其实他们迎接的是一份的梦想 这份的梦想就是一个新的生命 可以多么完美地展开 自己可以如何按照自己的理想 成为她理想的爸爸 理想的妈妈 心里面就已经在期待了 当她出生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跟她玩呢 我们会怎样跟她放风筝呢 我们去哪里踩单车呢 我们会多么温馨地跟她相处呢 晚上当她睡觉之前 我们跟她说故事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呢 但是有一些的时间 新的生命 未必好像预期一样 这样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的女儿出生的时候 我和我老公做好了 所有我们觉得很完善的计划 但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是 原来她会比预期之中 早了整个月出生 原来当每一对父母 都可以带着自己 刚刚出生的宝宝回家的时候 我们的宝宝又 会在那个初生婴儿的病房里面 住了整个月才可以回到家 早产或者是其中一个 叫父母医疗之外的情况 但仍然有其他的情况 很多小朋友 面对着很多不同的挑战 可能一出生 就会带着一些健康问题 一些身体方面的挑战 一些精神上的挑战 一些遗传的问题 幼小的生命 有时候往往比父母预期的 比其他小朋友要面对更多的挑战 当自己的小朋友 无论他出生的时候 遇上任何的问题都好 或者是有时候 是他带着一些正常人 普通人看到 会觉得是一些障碍 一些缺陷的情况 今天我们叫这些 是有一些特别的挑战的小朋友 遇到这个情况 父母不禁就会开始问自己 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呢 父母就是这样的 可能因为太想小朋友好 于是很急于我们想知道一个原因 我们要一个的答案 要一个的解释 当医生都给不到答案的时候 父母就会开始问 是不是我们托他的时候 吃错了东西 都说了 那天那个龙虾 就不好吃了 为什么我会吃呢 是不是那时候我不听话 我就在床头那里 我走了去学人打钉呢 是不是我前世做了什么坏事 那天要来惩罚我呢 又或者我的家族 是不是有一些遗传的问题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于是我的小朋友是这样呢 其实如果你冷静下来 你听回父母知道的 这些的担心不是那么合理 甚至多近乎于迷信 但是父母就是很想知道一个答案 他们很想知道责任的所在 究竟在哪里 但是当我们没有答案的时候 父母往往很容易多了一份的自责 多了一份的内疚去面对这个小朋友 同一个时间 又或者多或少 对未来失去了一份的期待 父母面对着自己的生命 当自己的小生命没有自己想象中 那么完美、那么健康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怎样呢 就好像一个梦想幻灭 父母心痛之余 他仍然要带着这个小朋友 和他一起去面对未来 当这个世界仍然有人在相信 赢在起跑线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是自己的小朋友 都还没跑 已经输了 有人可能会忍不住想 那我小朋友 还有什么未来 在正常人的世界里面 在哪里可以容纳他 父母不禁在担心 又或者有少少的自卑 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带着这个小朋友 去面对这个挑战 看着这个新生命 既心爱也都心痛 心里面又多了一份的担心 又不敢对未来有太大的期望 有一些时间可能会走到很累 很累 甚至想放弃 又或者不知道会不会 有一刻都曾经怪神 生气神呢 为什么我那个会是这样 为什么不给一个健健康康的小朋友 为什么要给这个有缺陷 或者有这么多挑战的小朋友 我呢 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女儿 吃完饭没什么做 我们看了一个 关于一个一出生 就没有了一对脚 没有了一只手的小朋友 一个小妹妹的故事 在一个视频里面 讲这个小朋友 如何去成长 要面对什么的挣扎 我女儿在旁边问 她说 妈妈 为什么她这样的 我心里停了一停 这个问题叫我去沉思 我在想 在我女儿这么年幼的年纪 她会不会觉得 有些事情 someone make mistake 有人出了哪有错 于是这个小朋友 这个妹妹 她就会没有了对手 没有了一只脚的呢 于是我想一想 怎样去和她解释好 我当时就和她说 是 她是没有了对手 没有了一只脚 但是你见不见到 这个小妹妹她仍然很勇敢 仍然很积极地成长 她仍然可以笑得很灿烂 而事实上 那个问题是 圣经里面 有没有说过 神真的会出错 做了一个人 没有能力去反映 神自己的样式 看回圣经 详细记一章27节 他不是这么说的吗 他说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去做人 就是照着神的形象 创造了他 神所做的有男有女 或者我说不到 我回答不到 为什么有些新的生命 会遇到特别多的困难 但是事实就是 无论他遇到什么困难 但他仍然是照着神的形象去做 而且 诗篇这样说 他说 神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却似他荣耀尊贵作为冠冕 无论他这个小的生命 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神做人的时候 神仍然将一个最大的荣耀 给了他所做的人 他所做的有男有女 所以不分任何的情况之下 他仍然带着神那份的荣耀 那份的尊贵 那份的冠冕 圣经从来没有说过 神是故意做了一些人 而这些人是没有能力 去反映神的荣耀和能力 即是有缺陷 或者有一些挑战 在神的眼中 他们仍然是神完美的创造 有着充分的能力去反映神的形象 所以无论一个生命上面有任何的缺陷 人仍然有能力去反映神的形象 但很多时候父母就是 当我们的小朋友面对着一些身体的挑战 一些精神上的挑战 作为的父母 我们知道 但是又可以怎样理解 怎样去面对我们的小朋友 所经历的一些困难 在新约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故事里面说一个一出生就已经看不到夜晚的人 在耶稣的年代 一个身体有残障的人 在社会上面 在宗教上面 他都没有任何的地位 他是一个完全 可以说是被那个年代觉得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他不止没有地位 他还是被社会所遗弃 甚至有很多的情况 是被家人所遗弃 可以说是连身份都没有 而且你可以想象 那还讲什么未来 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呢 最后这帮人很多时候 他们就会沦落街头去行黑 去靠着人的救济去祝日 而故事在约翰福音第九章 就是讲一个这样的人 故事里面说有一天 耶稣走过就看到这个盲人 门徒问了一个很多时候 当时可能有很多人心里面的问题 他们问 拉比亚 那个人一生下来就盲眼 其实是谁犯错呢 是他犯错呢 还是他的父母呢 其实他们问的就是 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在那个年代 其实跟我们这个年代都是一样 他们就会问 其实是不是因为某些原因令到他有这样的结果呢 那个年代就是觉得 每一样东西都有因果关系 不是吗 他瞎了一定有一个原因 那个原因耶稣说 其实是什么呢 到底他一生出来就是这样 是谁犯了错呢 似曾相识 对吗 耶稣的回应呢 在那个年代来说 其实是很不典型 耶稣说 不是他犯错 都不是他的父母犯错 那个重点就是 你再听一次 不是他的错 都不是他父母的错 这个盲人今天看不到的 并不是因为任何人犯错 Eugène Peterson神学家 这样去理解 他说 基本上耶稣在说这群门徒 是你们问错了一个问题 其实你们这么急问这个问题 是你们想找一个人来负责任的 你们想知道这个人一出生 是不是就代表有一些特定的原因 但是是不是这样的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他一出生是这样的 他的原因没有人回答得上来的 但是重要的是 今天在这个盲人身上 没有人需要为他的缺陷 去负上任何责任 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父母 而门徒看不到的就是 在这里 他们看不到神自己的工作 圣经译本是什么 是说 他这样继续说下去 是要在他身上 彰显神的作为 他今天遇到这个盲人 是要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作为 但是你要理解这句说话 我们要听清楚一点 要看清楚一点 很多人就会觉得 是不是这个人盲的原因 就是因为要彰显神的荣耀呢 就是呢 有少少的感觉就是 神是需要搞到一个人盲了 就是一出生就盲了 接着大半生都看不到 这样才可以经过这个人 来彰显他的荣耀 但我就会问 神是谁 那个创天造地的主 那位的造物主 他可以由武变有 他创造万物 他创造人 他创造宇宙 他说要有光就有光 他要一句说话就已经得 一个这么有大能的上帝 其实他需要搞到一个人看不到 他才可以彰显他的荣耀 如果他需要这样的话 这个神是不是又真是 没理由这么差 是不是 其实如果是这样 不如我们这样去理解 就是 这个生下来就盲了的人 在这一刻他遇到耶稣 而耶稣其实揀损了他 他的缺陷并没有阻碍耶稣去揀损 他并没有将他逐出 去耶稣揀损的名单以外 好像就是说 你这个人不完全 你瞎的 算了 我今天用不着 你走 耶稣就是刚刚相反 他那个说话就是说 我今天要揀损你 你的缺陷并没有阻碍神 在你身上可以工作的事情 你的缺陷并不可以阻碍神对你的计划 你的缺陷并不可以阻碍神 藉着你的生命去反映神的荣耀 耶稣这一刻为我们解答了一个我们的困难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问 小朋友带着那么多的困难 那么多的挑战 无论挑战有多大的有多小 我们都觉得 这个问题是否发生在父母的身上 而事实上其实我们不知道原因 但是耶稣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父母犯的错 但是要知道重点在哪里 就是无论任何的情况 任何的缺陷都没有办法阻碍神 揀损祂 耶稣在这里揀损祂 叫这个盲人可以见证神的工作 神的荣耀可以作祂的见证 所以耶稣就继续去说 所以我们就要趁着白咒 我们必须作神所差我来者的功 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作功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很复杂一句 今天很简单地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他在说 This is the moment 这个就是一个时间 神所揀损的时间 神所揀损的场地 神所揀损的人 耶稣要在这里 见证祂就是世上的光 于是 这个大半世人 都生活在黑暗里面的盲人 他从来没见过光 在这一刻 耶稣将自己 将这一份光 带入祂的生命里面 祂的生命被耶稣所扭转 变得不同 耶稣说完这一句话 祂就套了一些堂没在地上 用堂没和泥混在一起 将泥没在核子的眼睛上 对祂说 祂就去西罗亚池洗一洗白 就是这样 盲人看回东西 耶稣用泥用堂没 你知道当时的人会看到什么呢? 他们会联想起创世纪 神做人的时候 就是用泥土做 吹一口气 在那一刻 由没有便有 创造出人类 想象一下 一个一出生就看不到东西的人 可以是很多原因 但有些神学家就说 其实 他看回东西之后 你有没有留意 是很多人认不到这个盲人 是在说什么呢? 是在说很可能是 他一出生就看不到 他的眼睛 其实他的眼球根本未发育 又或者萎缩了 于是他的眼窩是凹痕 于是当耶稣去医他的时候 他对眼睛突然之间 他的样子很不同 现在可以想想 就是当你看到一些盲人 从很久很久都看不到东西 他的眼睛这个位置会慢慢发黑 会凹了进来 但突然之间 他变成我们的样子 他有眼 其实很多人会看不到他 而耶稣这里 他不止医了盲人 其实他是再一次创造 由没有变 又给了一对眼 给这个盲人 从来都没有人见过一些这样的事情 竟然可以有人 又没有变有 竟然可以有人 将一个从来都没有眼球的人 变得看回东西 在这里 人看到耶稣作为神子那份的能力 盲人重见光明 盲人重见光明 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故事已经结束 故事就完结在这里 但是 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 那个故事还没停 周围的人 看到这个盲人 看回东西 出现这么惊人的改变 但是周围的人 没有为他欢呼 反而来质问他 他们问 你的眼究竟是怎么开的 谁医了你 刚刚开始 听上去 是不是这些问题都很正常呢 试问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从来看不到东西 突然间他不是经过一些手术 不是有什么移植 有些不是因为做了一对人工的眼球 而是他有一个 完完全全正常健康的眼 就算被你看到 你都会问 其实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你会看回东西 这是一个医学的绝大奇迹 对不对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那个叫耶稣的人 就和了一点的泥沫在我的眼上 对我说 我叫你去西罗亚池洗一洗 我去一洗 就看见了 整件事 因为他的说话 突然间变得复杂起来 因为他说了一个字 耶稣 这些人就带了他去法利塞人的面前 去审问他 但是你要想一想 你先停一停 你想一想 这个是什么人 这个盲人是一个什么人 一个没有地位的人 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故事这么长的章节 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过 周围的人没有叫他的那个名字 没有名字 连人 不是那么想认识他的人 他一出生就瞎眼 你可以想象 就算他家人没有抛弃他 他没有读过很多书 他全世界的人 就是知道在街上行黑 你猜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说话会是什么 我想象就是 做一下好心 你可怜一下我 而这一刻 周围的人带他去见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是什么人 地位尊贵 被人尊重 学悉又高 没有人敢说任何得罪他们的说话 现在你想想 这个盲人要面对的就是这一帮人 会有什么感觉 他会不会害怕的呢 我一刻会想 他会不会害怕到口窒窒的呢 会不会有点自卑的呢 其实他的形势是非常对他不利 其实他知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呢 他有没有足够的说话 技巧去回应这帮法利塞人呢 这些是我心里在想的问题 但是当盲人遇到耶稣 似乎是不单止他再切见到光明 好像他生命里面都有一份光芒 好像是他说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在法利塞人面前 他的回应竟然是头头是道 竟然是不亢不卑 法利塞人问他的时候 他告诉法利塞人 耶稣把泥没在我眼上 我一洗就看见了 简洁清楚 但是法利塞人继续去指控耶稣 他说不是啊 那个人一定不是从神那里来的 因为他没有守到安息日 于是他们再对盲人说 你既然开了眼睛 你说他是什么人 你说他是谁 盲人说他是个先知 盲人似乎是没有被法利塞人的气势所吓到 而最惊人的就是 法利塞人继续去追问他的父母 然后再追问他 而再回来的时候 那人的回答就是 他是不是罪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本来核眼的 现在能看见了 于是他们就发利塞人再问 他对你做了什么 他怎么开你的眼睛 他的回答就是 我不是已经说了给你听 但是你们不听 现在你们又想听 那你们是否想成为耶稣的门徒 这个盲人 大家记不记得 他是没有地位的人 被一些违高权重的法利塞人迫问 他不单止没有吓到 没有吓窄 他还要坚定地回应 还要有点像是责问法利塞人的转头 就是 其实你们问那么多次 你们问得想那么绝细 是不是你们想成为耶稣的门徒 是不是你们想跟随耶稣 我很难想像的是 要有多大的胆量 才够胆地说 而且还要有那份的肯定 那份的淡定 在经文里面我们看 其实原来他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就是原来这帮犹太人 其实一早已经说好了 就是无论谁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话 都要把那个人逐出会堂 谁只要承认耶稣的能力是由神而来 或者说他是尼塞亚的话 那个人就要被人逐出会堂了 就是说什么 什么都没有 以当时的世界来说 当时的社会来说 你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个盲人 他人似乎仍然淡定地重新坚持着事实 而没有他因为法利塞人的指控 为耶稣加上任何的罪名 去到最后 原来他真的激怒了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就骂他 你才是耶稣的门徒 其实当法利塞人这样说的时候 你都会想象这个盲人他的前途都不会好得去哪里 以当时来说 就是一个本身已经是地位低微被人放弃的人 当他说这样的说话的时候 他是没有任何的展望可言 但是那个盲人仍然没有说法利塞人想听的话 他仍然在坚持他指的论点 还要开始跟法利塞人来个辩论 那个人对法利塞人说 那就是奇怪了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然知道他是在哪里来的 我们知道神是不会听罪人的祈祷的 只听那些敬畏神的人的祷告 遵行他指意的人的祷告 自古以来 没有人听过 有人生下来就已经盲的 有人可以开到他的眼睛 如果这个人是由神而来的 他应该做不到的 盲人不单止没有屈服于那些恐吓之下 相反他竟然敢说 这就奇怪了 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我可以想象的是 其实他当时的语气会是怎么样 他一定不是有点害怕 反而可能有点讽刺 就好像是说 如果是我一些这样的人 没有身份 没有地位 没有学会的人 都明白 为什么你们会不明白 真是有趣了 非常有趣 接着他还要用一套很完整的 差不多等于神学的分析 去分析给法利赛人听 耶稣到底是谁 按神学的理解 他可不可能是一个罪人 他的能力可能是哪 而他的论点是 基本上他的能力是只可能由神而来 这个又没有可能 是一个完全没有可能有任何未来的人 一个被人遗忘 没有学会 没有读过正统的教育的人 他竟然可以给到这个答案 而这一刻他竟然还要带着信心 好像还要充满着一份智慧 在一班法利赛人面前和他们去辩论 还要叫法利赛人 没办法踏得上来 有没有想过 耶稣竟然可以这样扭转一个人 其实他能否看得起 只是其中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是 耶稣竟然扭转了他的生命 由内而外地完全扭转 神的光进入盲人的生命里面 将他由一个卑微的人提拔 成为一个这样充满光芒 充满着影响力的生命 一个本应该是低微 什么都做不到 甚至有机会他是一个自卑的人 竟然因着耶稣的缘故 可以抵挡一班地位尊崇有学悉 而又骄傲自满的人 一个充满软弱的人 竟然可以在一班强势的人面前 为光作见证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样说 他说 神是挑选了世上软弱的 要使那些刚强的羞愧 神就偏偏挑选在世人眼中 看上去是软弱 看上去没有能力的人 去彰显神的大能 叫那些自以为刚强 自以为自己很有能力的人 感觉到羞愧 在神的眼中 他看我们不只是看我们有多少能力 神给我们看到的是 神的能力是可以去到一个地步 超越一切所谓生命里面的缺陷 当我们愿意靠着神的大能 神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这么有信心 坚定地去抵挡一些骄傲的人 即使全世界的人 对他们这帮残障的人 已经没有任何的展望 神在这个故事里说 他仍然对他 对这个有残障的生命 可以有着一个美好的计划 或者这个故事里面 一出世就瞒了的人 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见证 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 当耶稣拣选了他 耶稣可以完全扭转他的生命 将他的能力加过给他 将神的能力加过给这个人 将神的光加入这个人的生命 叫他能够站出来为光做见证 他的软弱在神里面 不可以成为神荣耀的一个障碍 故事来到这里 这个盲人被指是耶稣的门徒 而花里赛人就真的赶了他出会堂 当时当一个犹太人被人赶了出会堂 不像我们今天学生被人赶了出校 那个感觉就是 这间不收我? 那我就去第二间了 没什么大不了 当时被人赶了出会堂 一个犹太人是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的了 有点像是你在国民给国家抵戒出境的感觉 就是你连最后那丁点儿的身份 你都没有了 你没办法再找到工作 没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 所以当时的人才会那么害怕被人赶出会堂 但是这一刻最不想见到的情况终于出现 就是这个盲人看回东西之后 他的收场是被人赶出会堂 他被这个世界被指一个种族完全遗弃 就在这一刻耶稣听见 耶稣听见他们将他说出来 后来又遇见他对他说 你信人子吗? 中文圣经可能被我们看不到一点的就是 其实耶稣没有不记得这个人 耶稣没有说我医好你了 OK了那就算了 那我们去吧 我们不要帮我们继续吧 其实耶稣一直有留意他的消息 知道在他的身上发生什么事 当盲人有需要的时候 耶稣的动作是马上去找他 在英文圣经里他是这样译的 耶稣版本 Jesus heard that they had cast him out and having found him 我还不够清楚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the message in 日本 Jesus heard that they had thrown him out and went and found him 耶稣知道这个人被人驱逐了出来 于是就走了去找他 found him 找他 耶稣的动作是 我马上要找他回来 而且再给一个邀请他 你信人子吗? 更加准确的翻译是 你要信靠人子吗? 我看这个是一个邀请 当这个世界所有人都不再要这个盲人的时候 耶稣来找盲人 给一个邀请他是 你愿意成为我的门徒吗? 有故事的开头 一直到最后 我们不断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是 这个盲人 因为他身体上的缺陷 他被世人所放弃 所遗忘 没有人对他有任何的期望 没有人对他有任何的期待 没有人对他有任何的指望 但是耶稣未曾放弃 未曾遗忘 耶稣揀选他 叫他成为光的见证 耶稣扭转他的生命 叫他由软弱变得刚强 耶稣记得他 在他最需要耶稣的时候 耶稣从未放弃 而且对他有一个计划 你愿意成为我的门徒吗? 或者 今天我们的当中 有父母 你们的小朋友 面对着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困难 又或者 每天你单单是照顾他 你教导他 都已经叫你身揭力疲 你会问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甚至你会担心 你会怀疑 这个小朋友 他未来会怎么样? 如果今天我要给你一个鼓励 就是 耶稣 未曾放弃过你的小朋友 无论他今天的健全 还是有缺陷 无论他带着什么困难 又或者是什么挑战 在神的眼中 他就是这样充满着神的形象 他仍然可以反映着神的荣耀 对神来说 他一样这么宝贵 耶稣去到背后 最后仍然没有放弃过他 就算我们觉得 可能他没有展望 但是耶稣 对我们每一个新生命 每一个小生命 都有着他自己最美好的计划 在耶稣的大能里面 他可以 他可以将光带入去他们的生命里面 彻底地完全地扭转他的人生 即使在我们的眼中 他再软弱 再弱小 但是神仍然可以挑选他 他仍然可以将他的生命 变成别人其他人的祝福 仍然可以变得有感染力 仍然可以变得有生命力 他有一日同样地可以站立出来 在刚强的人面前 去显现神的荣耀 神的大能 小朋友的未来 是在我们主的手里面 在他的手里面 一切都变得有可能 今天 我们做父母 神交托了一个任务 就是叫我们 好好地带领他们 照顾他们 但在这条路上 你不是一个人 你有没有见过 在这个盲人的故事里面 其实耶稣一直在做主导 一直都是耶稣先 耶稣先 在你和你小朋友的路上 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一样 是耶稣在做主导 不是我们 不是父母 而是耶稣自己 你今天的小朋友 他无论遇着或大或小的挑战 在教养小朋友的路上 从来就不是你自己一个 当你迷茫 当你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耶稣已经走在你的前面 作为父母的你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试过 其实你可以将这份盼望 这个光带到他生命里面 指耶稣给他们看 耶稣在这里 有没有想过 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害怕 因为耶稣在这里 带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 在家里面有小朋友 基本上已经有很大的挑战 如果你的小朋友 再有一个特殊需要的话 对于父母来说 的挑战就更加多 有时候我们要经历一些的挣扎 旁边的人是没有办法明白 他们只会问为什么 然后你发觉你回答不了 但是神秘人的盼望 就是这么出人意料 我记得有一个分享 在分享里面 那个小朋友 他有自闭症 父母跟我说 他们要表达很多情感上的东西 要去了解情感 其实比一般的小朋友 那么难一千倍一万倍 父母很努力地帮他 但是他们也想 其实更加希望的 就是这个小朋友 能够认识神 但是父母心里想 其实那个小朋友 能不能做到呢 这件事看上去很难 他能不能够理解 一个见不到的神 摸不到的神 他明白吗 但是父母仍然坚持 跟他说很多圣经的故事 继续跟他祈祷 竟然有一天 那小朋友 他竟然在祈祷里面哭 小朋友不明白 为什么他无端竟然会哭呢 他问他的父母 他说 为什么我会哭呢 妈妈那一刻 看到他比小朋友更加感动 他知道 原来小朋友有能力 去感受由神而来的那份爱 在那一刻 原来他可以明白神 原来神可以叫小朋友 即是有这样的困难 仍然能够感受得到 妈妈告诉小朋友知道 或者 你被神感动 妈妈继续去鼓励他的小朋友 他心里面 其实更加被鼓励 原来他知道 当他们这样去依靠神的话 神可以扭转很多人 看起来的限制 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 都是 我们人生的旅途里面 我们可能会经历 很多我们觉得的限制 很多的困难 有人在身体上限制 年纪上限制 身心健康带来的挑战 对死亡那份的缠制 但其实我们整个系列 我们不断地说的就是 其实这些限制在神里面 不是限制 不是说我们今天有多强 而是说当我们愿意 去依靠神的时候 他的大能 他的恩典 就能够打破这些限制 能够叫我们成为 他荣耀的见证 原来靠着神 他的恩典就足够 他的能力 就要在人的软弱里面 变得完全 神所挑选的 不是世上看起来很干强的人 更多时候他挑选的 是世界上很多人 看来是软弱的人 叫一些干强的羞愧 叫人没有办法去否定 神的大能 弟兄姊妹 就要我们现在去安静 我们在神的面前 一起来祷告 现在这一刻 你生命里面 有些什么限制 有些什么重担 叫你心里面 觉得你没办法活出 一份有生命力的生命 是不是你有恐惧 又或者你的担忧 又或者某种的软弱 可能是身体的 可能是心灵的 今天的好消息是 原来在耶稣里面 死亡的权兵已经被打破 基督已经得胜 软弱要成为干强 因为神的工作在当中 我们所见到的所谓厄运 所谓不好的祭遇 原来神可以重新定义 可以完全扭转 因为神的能力 是没有人能够阻挡 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阻挡 而我们可以选择 将自己的生命交上 还是继续 仍然活在这个困索底下 你预备好交上你的生命没有 无论这一刻 对你来说 你低谷了钟 还是 在一些你觉得很平安的日子里面 你愿意打开自己 让神在你软弱的地方去工作吗 让神去彰显 祂的荣耀 祂的大能 就愿我们在这里 去摆上 愿神去让我们看到 祂自己那份惊人的爱 那份惊人的大能 就在我们的软弱当中 愿神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祂的大能 祂的恩典 祂的慈爱 祂的信实 愿我们能够捉住祂的应许 我们就继续走 我们就继续跟随 求神这样去帮助我们 我们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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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